各位佛友大家好 檔案先分享一下 上一堂課看到佛教的財務官 12月這邊提到對將來的果報來說 財富如果約將來的果報來說 這邊老師有三句話 第一句是寶藏不定屬於自己 第二句話是享受不再屬於自己 第三句話是失諸悲凈財政屬於自己 那就針對這三句話加以解釋 第一個是寶藏不定屬於自己 那這邊的內容看起來就是 他把這些財富全部 全部這個積蓄起來 全部藏而不用 那藏而不用自己沒有辦法受用 那最後面我覺得有一句話 蠻值得思考 就是這裡 無味的寶藏 就這一段的最後那句話 無味的寶藏 只是滿足他的私有欲 並無實用 那結果究竟還是善事 這個似乎在華人的社會 華人的社會比較喜歡儲蓄 那儲蓄多了就很歡喜 其實這句話就很深刻的描寫 這個儲蓄多了很歡喜 其實就是私有欲 那這些錢他根本也用不到 可是這個部分 儲蓄或者 一生有很大的財富 似乎在西洋人比較 比較能夠看到他們最後願意把這個財富全部 布施 所以他會立儀主 把這些財富做一個好的分配 譬如捐給學校 捐給其他這個慈善的單位 或者研究機構 似乎這個部分 在 在歐美 有些有些做的其實是蠻不錯的 那 剛講的例子就是 他已經能夠把他 沒有私有化 把他公有化 捐給學校 捐給慈善機構 然後讓他的財富 他原來累積這些財富 產生這些實際的效用 這個是 這一段我們可以思考 好 第二個段落 第二句話 享受不再屬於自己 好 那自己的財富 當然自己可以支配享用他 然後 如果是 重情的浪費掉 那這樣到頭來 可以展現富有 重情的浪費 重情的消費 展現富有 可是到頭來還是 貧窮在等他 那這邊有 有個譬喻 這邊一個例子就是 有 這個穀子 1000斤的穀子 收藏起來 久了 這些稻穀變質不能吃 或者 你儲藏的這些東西被暑雀 給吃掉了 消耗光了 所以 保存 不用 就像 這個1000斤穀子 保存 變質 不然就被動物吃掉 所以 這兩行的話 這個例子是 在描述上面那句 保藏不定屬於自己 好 下面開始就反過來 好 如果 這些穀物 怕他壞掉 把他收藏起來沒有用對不對 就反過來 一起把他 消費掉 一起把他煮掉 吃掉了 看起來 他有權支配 他全部支配 沒有損失 可是後果呢 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 好 所以 財戶 這個是為自己所享用的 恰好如此 所以說 享受不再屬於自己 未來的福報就什麼都沒有了 好 這是 真的貧窮 把他耗費光了 所以 這個享受不再屬於自己 主要是說 他 把他享受把他用盡掉了 好 那這個都是屬於 兩個極端 一個是全部把他耗費光了 一個是 長而不用 好 那第三句話是 真正屬於自己的 財富能夠真正屬於自己的 是 把他布施出來 布施給悲田跟敬田 所以這句話叫 施諸悲敬 乃真屬於自己 好 這邊說到 積聚會消散 會善失 享受了就沒有了 好 這是 前面兩句話的 總結了 好 那就把 財富呢 現有的財富 一分來做 修福修德 那 這樣 做為將來 能夠受福的種子 你現有的這一分財富 可以做將來財富的種子 好 那這邊的屁育 老師一樣用這個 稻穀 稻穀一部分拿去種田 加上這個肥料的功力 請看十三葉 十三葉 這邊說 種了這些稻穀的種子 好 那之後 這個 這個 施肥 照顧 就會有百倍的 就會有這個 十倍百倍的更多的收入 好 那布施也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一分 布施的財物讓大家去受用 好 不管是佛教文化慈善的使用 好 這個都是讓福報再度 好 就像種稻子一樣 能夠更多倍的產出 好 生產 那布施似乎是損失 好 沒有受用 你沒有自己受用 好 似乎是損失 好 那這邊 譬如是像 這個 稻的種子 腐爛 但是 這個 種子 它卻能產生 這個苗 好 就能夠引發未來豐滿的福報 收成更多 所以 這個老子也說 既於於人 己於有 好 這個都是在說明 布施德福的道理 那布施 布施也不是全部都 隨便的都給了 他比較有 就種田嘛 剛剛譬如用種田 種田還是有 田 還是要選擇這個好的田地 好 所以好的田地 這邊就提到兩種 兩種福田 好 那 骨子下種 希望豐收 播種到好的田地 不能撒在砂石上面 砂石上面就沒辦法 沒辦法結果 好 布施有兩種 良好的福田 功德比較大 第一個是悲田 好 那 這個財富 布施給這個 五序固掛 施捨醫藥 還有救濟災難 這個是社會福利的救濟事業 好 這是種悲田 好 這是 可以 值得同情靈敏的對象 好 補施給他 第二個禁田 好 那為兒女的校養父母 就是給父母 還有佛弟子的盡奉三寶 好 這都是種福田 好 這是這個尊敬的對象 似乎 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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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兒女的 然後 來奉養父母 固定 給父母這個孝親費 早期 似乎理所當然 可是現在 現在的社會很像 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有的會 對孝養父母這部分 會稍微斤斤計較 好 好 我們要知道 這個在佛華來說 這個孝養父母 還是屬於福田 好 那這兩種 悲田 敬田 對於獻生 將來 可以得到福報 好 那布施的師福業 會跟著人 從金山 到來山 會成為水不能淹 還有二王不能躲的財富 所以施諸悲劍來真是自己 好 那這邊有 這個水不能淹 二王不能躲的財富 而不是 才是真正的財富 那這邊 似乎在 柱角裡面 看一下 柱角 看一下 柱角28 跟29 那這邊 柱角28 有提到 兩種田 悲田 悲田 跟敬田 悲田是孤魯 貧窮困苦的 敬田是佛法 生 還有父母市長 就三保 父母市長 這都是屬於敬田 那與悲田所不應清見 也無福田 與敬田所不應求報 那最好是大悲心 無所分別等是一切 是真布施 那對於福報這一件 剛剛提到福報 不會 被奪 不會 被消滅 被奪 奪取 這樣的 經的說明也有提到 在渣暗經129一經 那也就有一個天子問佛 他說 有什麼東西 火不能燒 風不能吹 水災 壞大地 何物不流善 還有二王即盜賊 強解 人才物 何男子女人 不為其所多 雲何真長寶 究竟不亡吃 那世尊就回答 福 就是這些福報 是火不能燒的 風不能吹的 水不能流善的 二王不能多的 好 所以答案是福報 所以導師這句話也是引用 這個經的說明的 好 那我們最後來看一下解說 那 前面所說的這個財富的種種 這邊說都還是一般的 一般就是 像導師一開始是主要是指這個 在家中 在第一頁說到 導師說他這一篇主要的對象 還是對一般在家人 所以 對上面所談到的內容 主要是在家人 然後 後面這句話說 三文行者跟菩薩行者 對於財富呢 他有更好的主張 更好的處理 更永久的財富 但是導師在這邊 在那次的演講就沒有 沒有說了 有點可惜 不過 導師這邊用三文行者跟菩薩行者 這都是 學佛的 佛教行者 我們知道 如果簡單做一些分別的話 就是 這一般的還是屬於世間法 還是屬於世間法 那 生文行者跟菩薩行者 他們 像於佛道 他們 一般的還是世間才 那 像於佛道 當然所求的就是出世間才 那 以 這個生文的話 他是 厭氣世間 或者說 把世間才 轉化為出世間才 那 如果能夠得到這個 智慧 能夠得到解脫 那當然是更永久的財富 所以這個財富 不限於這個世間 不限於一般的 我們所認知的世間的財富 對於學佛者 他的財富 這個範圍更大了 或者說 他對於這個 真理 對於解脫 這個是更 更理想的財富 那 菩薩行者 當然他能夠 這個世間 跟出世間 平衡 所以對於菩薩行者 是如前面在 第幾頁 在第三頁的地方 就是財富 他還是有好的 如果把財富 當成成佛的福德資料 這個就是 財富就是屬於好的 所以菩薩行者 能夠世界跟出世間 能夠平衡 配合得很好 好 這個是這一篇 這一篇 這一篇 大致的 內容 那 我想我們還是很快的 把整篇的 大概的 重點 或者說 它的架構 快的大概再 review 一下 好 那在第一頁 第一頁 主要就是 財富 財富的問題 對於在家人 好 那 它的主要架構 一開始 就舉這個 第一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 是公德天跟黑天女 公德天跟黑天女 那這個故事它的意義其實就是 財富會得到 那財富也會散去 公德天就是 讓人得到財富 那黑天就是來消散了 所以我們對財富知道說 財富必然如此 財富也是屬於無常 有得 有善事 好 這是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在第二頁 第二頁 第二頁的故事就是 獨捨跟福德之良 獨捨跟福德之良 那 簡單的說 剛剛是財富有得有失 那這個故事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財富怎樣 有壞有好 有壞有好 獨捨就是壞 會讓我們產生災難 就是不好的部分 那如果財富把它賺成成佛的福德之良 這是好的部分 所以有得有失 有好有壞 這是財富 財富也沒有定性 沒有定性 不過一般人都會覺得財富是好的 所以一開始這兩個故事就告訴我們 財富終會消散 財富有好有壞 好 那我剛剛說的就是這裡 財富應用得當是有大利益的 把它當成成佛的資料 這樣的財富就很有壞 那接著呢 接著就提到財富怎麼來 財富的來 還有財富怎麼去 怎麼去就怎麼處理 那來的部分 這邊就分兩個主要段落 那來是有過去的 過去的這個樹葉 所以由過去不失的福業而來 讓過去的福業來決定我們現身的財富 這是過去的 然後在第四頁就進一步提到 財富另外一部分是從重遠 重遠而來 雖然有過去的樹葉 樹蔭 而來 但是現遠也很重要 所以有樹蔭更帶現遠 不是過去就決定 就什麼都決定 還需要現身的這個音樂 所以更帶現遠 那更帶現遠來說 如果是正確好的現遠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 你用錯誤的方法 就得到 雖然得到這些福報了 福德這些財富 但是卻會造成惡因 所以同樣是更帶現遠 那你要用對的好的現遠 不要用錯誤 錯誤的現遠 錯誤的現遠反而再造成惡因 那什麼叫錯誤的這個現遠呢 會造成惡因的現遠 就是下面在第五頁提到的 這個 盜責啦 還有貪污啦 詐欺啦 這個是不正當的職業 不正當職業 雖然得到財富 但是是 這個 終結會讓我們再造成惡因 甚至 當生就會受到苦報了 過去的福報不能受用 過去福報不能受用 那現身反而受到罪惡的苦過 好 這個是 所以 這邊就說 這個要合法 重點是要合法 那合法的部分 接著就提醒 無法求財啦 不以非法 好 那有兩個主要的大原則 要國法所許 國家法律容許的方法 還有 以佛弟子來說 更進一步會 希望不要 跟殺到淫忘酒 有關係的職業 好 這是兩個大原則 然後 接著 這個 前面第五頁說 有些不正當職業 從事正當職業 有沒有可能 雖然正常的職業是合乎 國法所許 那也合乎佛法所許的 這樣的正當職業 這邊就提醒說 即使在正當職業 還是需要注意 有些可能還是會違反 會造成非法 那一般性的這個 正常的職業 有可能違反 大部分 大部分 是屬於一般性的職業 會有這個 這幾點 竊取他物的情況 還有第七頁 可能會有 抵賴債務的情況 還有吞併計存的情況 還有欺望共財的情況 這是一般的 那另外有些比較 特別的職業 少部分人的職業 也要注意不要造成非法的情況 所以這邊就提醒 有因變侵占 借事苟德 還有經營非法 這邊 就是 雖然你是正當職業 但是還是有可能造成非法的財富的所得 那 在 這個 以合法 不以非法取財 這邊就 最後用一個故事 用這個 目見點 事實上從今來看是社利弗 社利弗跟他的朋友的故事 這個叫 陀然 陀然 他雖然動機 為了家庭 為了照顧家庭 但是 所取得的財務 是透過非法的手段 那 在 第九頁 第九頁 剛剛是取得 取得簡單說 合法 不以非法 那財富的處理 有兩個主要的原則 適減適中 不要 走向兩端 一個是過分間攤 一個是過分的這個 耗費 這都是不是好的方法 要適中 那接著 兼用並去 這個就從佛 佛經裡面 看到的 這個 把財富做四分的分配 車分的分配就是在第十頁 支援 積蓄 經營 還有做福 那最後一個重點 我覺得 第五個 財富屬於誰 財富屬於誰 那這個可能 我覺得 倒是放在最後 應該 就是讓大家 思考 你的財富 到底是屬於誰 那 我覺得這一段 看起來 看起來 財富很像是不屬於自己的 簡單的 簡單的結論是 財富很像是屬於我 在法律上 或者大家在共許的觀念上 很像我名下的財富是屬於 可是你在細舊他 很像財富 不是屬於自己 好 那導師就分從三個 過去 現在 未來去看財富 那 這個財富 從過去的因緣來說 過去的因緣 你看他有說 數因則共 現緣則別 你注意一下 有共有別 那別的話就是屬於自己 我透過現緣的努力 現在因緣的努力 讓這個財富開墾 或者去努力得到財富 這個是屬於自己 可是 他卻是從 因是從共的來說 那共的來說就是 人 人類大家有共同的 這個部分 就像大地三合 這個都是大家共業所趕的 所以這個共業所趕的 食物就是這邊的 宿應者共 那在這個條件之下 大家共業所趕的這個條件 是三合大地 你去開墾田地 去種植 你現身的努力 就可以得到財富 所以 這個也是很值得 比較深入的思考 所以有共同的部分 你是基於共同的東西 才能夠得到自己的 好 這個是 過去的一年 所以有共有別 第二個 從當前的社署來說 當前的社署 這個 財富已經 經過我的努力 已經是屬於我的 那 社取則別 這個是 看起來是我的財富 但是在受用來說 它有共同的部分 所以 照道理講 我的東西受用應該是我而已 但是 卻 不見得如此 受用它還有共同的部分 所以 如果是我的財富 可以大家共同收用的話 那你的財富 也不能真的是屬於你自己 有可能是大家的 好 所以這邊 就提到 受用或共 好 那最後這句話 不妨攝取成為私有 這個財富看起來是我的 是我攝取的 是私有的 這個沒有關係 沒有問題 只要大眾共許 不造成紛爭就可以 但是受用卻可能是共同 好 所以 受用可能共同 就代表說 財富也不是真的 全部屬於你自己 好 那再從將來的果報來看 好 那將來的果報 你看 這個 保存不屬於自己 好 不定屬於自己 好 所以不完全屬於自己 好 然後享受不再屬於自己 好 這個也是不屬於自己 那真正屬於自己 那真正屬於自己的是怎樣 把 看來是你自己的東西 財富布施出去 所以既然你把財富布施出去 這個財富其實也不屬於你自己 對不對 但是這樣才是真的屬於自己 所以 不屬於自己的 才是真的屬於自己 所以 看起來從三個段落的 這個說明上 財富 如果你去深究的話 很像 表面上屬於自己 但是實際上 實際上是不完全屬於自己 這樣就很有那個 緣起觀 是跟大家共有的 是共同的部分 不是 不是專屬於我的部分 好 所以 財富 到底屬於誰 結論的話 其實不屬於我自己 是屬於大家 好 這個是從 緣起的角度 從 過去 現在 未來 是這樣的 整個 一系列的討論 好 那這個是 這個段落的部分 好 那如果大家 對 這邊的 內容 有些 有些 問題 或者 討論的話 歡迎大家 提出問題 那我們在 後面 有這個 討論課 再進步 大家再來研究 好 那 就 這一個 佛教的財富觀 就到這邊 那我們接著繼續來看下一個部分 就是 到在平常日用中 好 好 那這個是 在華語集第四冊 把它 解錄出來 這個到在平常日用中 這個 相信 這個題目 應該是大家關心的 所以導師 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就是特別提到 是如何使佛法普遍應用到日常生活中 好 那 這個應該是 切藥的 也是應食應肌 好的一個問題 好 那 我也找了一些 就是導師在其他地方有提到說 我們就先很簡單說 當然這篇文章 老實講 還是有一些 要真正能夠 在日常生活應用 是有一些 條件的 那我們一般學活的人 對 學活了 那在日常生活的應用 其他地方 老實在其他地方 還是稍微有一些提到 我們就看看 現在看 住腳二的部分 住腳二的部分 這邊有幾個 我印有三個地方 第一個 華語集 第五策 那修行 要能夠把佛法的理解 對理解到的佛法 用到日常生活當中 解跟行 解跟行 要能夠互同 那如果真正理解行為 最起碼 最起碼 我們也可以解釋 我們自己行為 會不會像以前 或者像一般人這樣放縱 所以 最起碼 最起碼 當我們知道佛法的善惡 理解到佛法 怎麼樣是善惡 還有因果 夜報 或者剛剛提到的財富觀 我們理解到這樣的財富的善用 財富的得來 財富的善用 能不能把它用到日常生活當中 那這樣在我們的行為上 就不會跟以前一樣 不會跟一般人一樣 這樣就有應用到日常生活 最起碼可以 我想可以做到這一點 好 所以 如果 做事是做事 修行是修行 這樣就 就是 佛法就跟我們沒有相關 好 所以 在日常生活的做事跟 平常的 日常生活的所做的事 跟我們所學的佛法 修行 向解脫 應該是要能夠配合 第二個部分 在華語集第三側 那這邊 提到的說明就是 如果我們要修禪慧 比如要修指貫 那 在佛法的教導也是從日常生活去學 所以常常會看到 不管是在經裡面 錄裡面都有說到 你會專注到什麼 就教導我們專注 平常吃飯的時候 穿衣的時候 就知道自己在穿衣服 那在吃飯的時候 自己知道自己在吃飯 走路 知道自己在走路 說話 知道在說話 其善念 也知道是善念 不善念 也知道不善念 好 那 受 知道是受 覺想 知道是覺想 好 平時 心靈靜 明亮 所以 前面的訓練是讓我們怎樣 心能夠專注在我們的行住座握 這時候心會慢慢沉靜下來 因為已經專注到自己了 不再向外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法 心靜明亮之後 再修禪慧 修止觀 就會比較順利 所以 一戒得定 所以前面的這個 其實也是戒的一部分 就是 讓我們怎樣 戒有此惡向善 起碼止住這些 向外 去 貪婪的這個部分 還是屬於戒的部分 知識 人類 現在我們的知識 大部分是向外的 科學 或者物質的 強調物質的 研究 物質的受用 我們一般人 向外 剛剛的這個方法 其實已經在教導我們在向內 所以會慢慢心靜 會心寧靜 明亮 我們一般向外的 就不容易知道自己 向外攀遠 在羽默動靜 做事研究 歡笑憤怒 都不能知道自己 因為一直在向外 現代的情況 等到意識到自己 可能已經說錯做錯了 甚至自己做過也不忘了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這似乎 許多禪師在教導禪修的時候 譬如 走路的時候 去專注在 腳步 專注在 你 走路的 每個動作 或者 每個碰觸的 這個當下 專注在那邊 這個其實就是一種 一種訓練 這個 也是可以在 日常生活當中 去學習 像剛剛說 穿衣 知道自己在穿衣 我們一般穿衣 大概不會 不會去專注在 傳遺這個動作 傳遺的時候 會再想其他的事情 所以 這個也是 在日常生活當中 可以應用的 第三個就是比較 比較深的 智慧 大聖通說 通義 念一切法自信不勝 是勝一關 且法空 因緣 因緣 夜報不失 是世俗關 這是 二地無愛的 中關 那 休息子關 不能專在 定中 做的時候 行住做 一切 日常生活 也要不離 不離 這個 聖衣關 或者世俗關 好 那 以 中關來說 是 二地無愛 修行 在一切境界 讓心安住於正道 所以 即使對外在的一切境界 也能夠讓心向活法 好 那 這個古人 有說到 當水斑踩 無不是功夫 就是在每一個 行住坐臥 每一個日常生活的動作當中 就可以去觀察 好 把 座中專修的 應用一切 日常生活當中 這個 一起的專修 或者 參加禪期 禪善 這個是一起的專修 專修完之後 應該可以把它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學 會觀的 或者 不管是文會師會修會 也可以在日常生活當中去觀察 好 就可以漸漸打成一片 好 如果修行跟日常生活不能相應 缺成無用 所以 一直也強調就是 我們 常常覺得 佛法的內容 或者修行 很像跟日常生活 沒辦法 連成一片 其實我們應該 可以 好好的 善用 善用 佛法的知識 和佛法的教導 那經裡面說 因不住色而行不識 不住香香味觸法而行不識 好 這個都是在 每一個行為當中 去修行波的 好 這個是 從更深的 所以這三個都可以從日常生活當中 去深入 深入佛法 好 那 接著 回到 本文 那這一篇 倒是 倒在平常日用中 覺得倒是 就依三個主題去看 三個主題去看 還是依以佛法特質去看 去談 道在平常日用中 好 那這邊說明就是佛所開示的佛法 好 那跟神教不同 那神教重信 你只要信神就對了 這一切就解決了 可是佛 佛法是教導我們 是理智的 德性的人本 好 就主要這三個主題 好 那理智的當然就是解 解 那德性的就是行 那人本的宗教是以人為本 就是人 才是可以修行的道氣 好 這是人本 就是 在五趣當中 五趣當中 人是站在中間的位置 就是人 更有機會 來修行佛法 來 向你解脫 所以是 佛法的教導是一人為本 好 主要這三個主題 那這三個主題 我們就先看大架構 我們看一下第二頁的標題 標題 這個 就先從人本來談起 那人本 我們 能夠在日常生活當中 可以去 修學佛法 也可以進一步去觀察 修學或者觀察 讓自己的身心 從自己身心的修置出發 實現自利利他 所以這邊佛法的內容 主要有這三個部分 規範身心 淨化身心 達到身心解脫 所以規範身心 淨化身心 和身心解脫 那這個都是屬於自己 屬於人的部分 這是人本 佛法是為了人而說的 第二個部分 在第三頁 看一下第三頁 第三頁的 大二字 能知能行的佛法 那能知能行的就是我們剛剛 第一頁的最後一項 理智德性的 能知是理性的 理智的 能行是德性的 所以能知能行的佛法 知行是一貫的 那理智的部分 知的部分 在佛法裡面有 證知 證思偉 證觀 如是知等等 那這個 最核心的還是 證件緣起 這是知的部分 那行的部分呢 行的部分 在 第九頁 我們先從架構去看 第九頁 第九頁 行的部分 行的部分 八正道 一般聖文說的八正道 大聖是六波羅蜜跟四聖 這個是行的部分 如果再把八正道 或者六波羅蜜 就是行的主要的德募 主要的德募 還是這個界定會 所以下面就接著說 從信來引發這個界 界 然後在 第九頁 第十頁 第十頁 第十頁說到更深一步 定會修正 所以 行的部分 八正道六波羅蜜 四聖 大槓 大槓就是接定會 好 這個是 這一篇的主要架構 所以在第一頁 的最後這一行 理智德性人本的宗教 就約這三個面向 去 架構出整篇的內容 那我們在 第二頁 看 第二頁這邊 剛剛提到 人本的 那我們在平常 日用當中 就可以從自己的 身心出發 剛剛說到這三個 專業內容 先規範身心 還有進化身心 還有身心解脫自在 主要都是身心 自己的身心 接著第一項 信佛學佛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 那 這個 學佛不是向外追求 通常向外追求 一般人 會追求物欲 會追求物欲 那也許物欲不得滿足了 希望更 更有一股力量能夠幫助他 希望有神力的幫助 這個神力也是一種向外的追求 好 那 這個 一般人 那學佛不是這樣 學佛是反而從自己身心出發 好 實現自立立他 所以這個 詭犯身心 進化身心 身心解脫 這是自立 教導別人就變成立他 好 接下來這句話 如果能依著佛法信受奉行 當然會普遍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好 所以 如果你能夠真的 真的去 去 深刻的了解佛法 產生深刻的 清淨的信 然後必然會信 所以 依著佛法信受奉行 一定會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好 那佛法的信仰 佛法的修行 一定會自見正確 好 那動機純正 慈悲 智慧跟慈悲不斷增進 好 這個是 就是 依著佛法 依著正確之見 去信仰 去信 去信 但是 終究 佛法 這個長期的流傳 一定會有一些 有些變質的部分 所以下面就提到一些 長期的流傳 流傳 流行當中 就有一些變化 好 有的是為了適應世俗 方便的取引頓更 就是為了適應 為了方便 所以佛法有一個面向 就是會傾向神秘的 形式的 知識的 所以學佛者的解形 慢慢的跟日常生活脫節 這是值得注意的 適應方便所產生的流閉 會有神秘的形式 住腳六 我們看一下 住腳六 這邊有兩個地方 印度的後期佛教 越到後面 越有變質 背棄的佛法正義 不以人為本 所以剛剛我們一開始提到說 理智、德性、人本 變質到不以人為本 而以天為本 那以天為本 一開始重視的是犯天一神教 後來又變成犯神教 所以佛法已經收到 很大的變化了 第二個 夜叉天生像的這些菩薩 這些鬼神 也在 有些經裡面也變成菩薩 那這些早期是夜叉天生的 在華眼鏡有些地位很高的 這個秘密大上佛法 我們知道秘密大上佛法是在更後期 所以這些鬼王高膽出生天的菩薩化 這都是顯現什麼呢 跟鬼神結合這些信仰 就是跟世俗信仰結合 甚至有些咒術也融入佛法 好 那這個大上佛法 在生智大上的柱流 但是後來為了普及 有這些方便道 也有方便道在發展 所以有高僧 有這個生智大型的高僧 又有這個方便的通俗 好 似乎入世而又神秘化 好 所以禮佛法而顯示出大上佛法特色 好 這是大上佛法一個側面 不是全部 一部分是為了適應的部分 好 接著 再回到本文 好 所以佛法有傾向神秘的 那有些會有一些走向行事化 行事化 譬如我們就說 慈戒對不對 慈戒它的本質上的意義是 節制自己的煩惱 好 讓自己的行為 合與人間的 和樂善善 本來是慈戒是為了 虛惡行善 可是有後來 後來有些就變成 只是重視這個行事 譬如 有些 他就專門特別重視什麼 過午不死 只要這個 中午的時間一到 他就 他就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 一定要在那個 中午正午的時間之前用餐 所以這樣有時候去其他地方 也會造成別人不方便 當然這是 變成形式化 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知識 把它當成一個研究的 科目 把它當成一個 學術的論題 這樣去研究它 沒有錯 也不能說不好 研究的精神是好的 但是就變成跟平常生活 或是跟修行沒有關係 這樣 這也是一個傾向 所以 這個跟日常脫節 剛才說的學術研究 就跟日常生活沒有關係 會有這種畢病產生 我們這個是流傳中產生的這些變化 那有些會覺得說 那我在日常生活當中要修行佛法 就會怎麼樣 有些就送經 禮燦 驗口 或者研究經典 等等 念佛 慈奏 術食放生 到處參加寶貝 布施功德 還有建事院 然後辦學院 文化 慈善 或者更 更進一步的做貓盆修行 那可能他會覺得這樣 就是把在日常生活當中 來修學佛法 來應用佛法 可是做這些內容 可能跟佛法相依 有可能只是形式 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那在中國佛教 上面提到的這些活動 是不少 那在這麼多的內容當中 似乎念佛的慈奏 還有見事院 見大佛 在近代特別風行 這確實有一陣子 念佛法能也是被大家普遍歡迎 還有見事院 見大佛 這都可以看得到 那對於念佛跟慈奏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導師在 助腳七 在助腳七 導師在《要事經講記》裡面 也提到稍微有一點差別 有相同又不同 在《要事經講記》裡面 老師這邊提到 持咒跟念佛 都必須持久 那要能持久 一定要一心鑽念 要一心鑽念 這是他們相同的部分 但是 念經、念佛、念咒 還是有些不同 念經、了解經的意理 知道經的內容 這是念經的意 念佛 念佛 其實以這邊來說 要知道佛的名號 還有它的本運功德 我們說念佛 其實是念佛的功德 念佛的功德 每一個名號其實也代表它的功德 本運功德 念咒就不需要了解 他只要集中精神 持念就好 所以不需要了解它的咒的意義 其實咒有些 有些咒還是有它的意義 像要持咒 它還是可以從它的音 梵文音 去知道它的意義 其實它意義基本上是簡單的 只是在持咒的時候 就不需要特別了解它的意義 好 這個是 提到 念經 念佛 還有持咒有些不同的地方 接著第三頁 第三頁 佛法的信受奉行 應該生起鬼犯身心 進化身心 還有身心解脫的這些得用 得用就是功用 這些好的功用 所以這句話 我們應該進一步去反思自己 好 我們都說 也許我們都說 常常聽到有人 他說他學我幾十年 如果他是信受奉行 真正信受奉行佛法 那他的身心 有沒有去鬼犯 緩慢他 照著這個鬼這個狀 有沒有 淨化身心 那 解脫自在當然就是更圓滿的地步 好 這邊 規範身心 淨化身心 還有身心解脫自在 這邊 看起來我就覺得可以也從 界定會還有解脫 解脫之間去看他 規範身心 戒就有這個功能 我們持戒受戒就可以讓我們能夠規範我們的行為 讓我們的行為能夠止惡行善 這是戒的功能 那進化身心呢 我們修定修慧都可以進化身心的功能 好 定 剛剛就是專注所緣 專注在一個所緣 好 不讓我們的行為往外散 好 那會 可能專注在這個 正義上面 專注在元期上面 好 所以定會 都能夠進化身心 好 好 那 這個 解脫 真正解脫 起碼也要出國以上 好 所以戒定會 戒定會 戒定會 還有解脫 好 功能 所以修學佛法 這個 要有這些 身心 改善的這些功能 好 那弘法立生 從事文化慈善教育 國際佛教育這些活動 好 看起來似乎是很 很好的活動 但是如果 失去了這個 好 身心的改善的這個意義的話 好 也不能說是 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好 所以 這個 值得注意 值得注意 注意佛法 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所以從這一段來看 應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還是要 回到這個 這三個內容 好 規範身心 進化身心 身心解脫 自在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這個是以人為主的 人的身心 鬼關身心 進化身心 還有身心解脫 都是以人為主的 那接著 等一下再來看 能知能行的佛法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休息15分鐘 快 好 好 感谢观看